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末精選數據華里茲A篇 在今個週末 歐洲主流聯賽火熱到來 接下來將為廣大球迷朋友 送上當中的焦點賽事數據分析 8月28日星期六 晚上7時半 有曼城對阿仙奴 講講阿迪達 他帶隊得分的效率是不理想的 在對陣車路士的一戰裏 是阿迪達執教阿仙奴的第60場英超比賽 期間已經是20場失利 他平均為球隊帶來1.57個聯賽得分 是1986年以來執教阿仙奴 在對陣車路士中 阿仙奴的聯賽得分最低的主稅 另外 阿仙奴隱瞞方面 未收其效 在輸給車路士之後 阿仙奴創下118年以來 歷史最差開局 他們在賽季前兩場連續失利 並且一球未入 要知道的是 阿仙奴金的夏天隱瞞花費 已經達到1.32億英鎊 分別扣入賓韋特 他用了5000萬英鎊 馬田奧迪加特 用了3500萬歐元 藍絲戴辣用了2400萬英鎊 艾伯勞干加用了1750萬歐元 以及紐爐泰華里斯用了800萬歐元 排名五大聯賽的第一位 顯然還需要給時間 他們證明自己的價值 回到曼城 交手戰績 曼城是佔優的 雙方近10次各項 賽事交手方面 曼城是佔據絕對優勢的一方 期間他們的勝率高達9成 坤長入2.3球 只失0.4球 有7場比賽 曼城保持0失球 這個數據 模擬令今場比賽的勝率 成一面倒的形勢 在戰果預測方面 預計曼城會2比0贏阿仙奴 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按LIKE 以及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在下條片再見 Bye Bye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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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